聯邦政府派發免費檢測盒 每戶四份 聯邦政府從這個星期開始 免費派發新冠病毒檢測盒 每戶人家可以獲得四份 民眾可以從1月19日星期三開始 訪問網站coventest.off提出申請 每個地址 不論多少人 都可以最快獲得四個快速檢測盒 政府會承擔運費 申請者亦都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亦都無需提供信用卡的資料 檢測盒會通過美國由政局派送 白宮表示一般在提出申請 7到12日內就可以收到 由於運輸需要時間 民眾應該在聯邦指引建議 要求測試之前就申請檢測盒 為供應coventest.off的申請領需求 聯邦政府已經扣入了超過4.2億的檢測盒 並計劃在未來數個星期 再購買11個檢測盒 所有檢測盒都已經獲得了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FDA的授權 可有效檢測出新的Omicron變種病毒 聯邦官員稱 雖然檢測盒包裝和使用程序可能有些差別 但測試的效果與原理大致相同 疾控中心建議 如果接觸過新冠肺炎患者 應該是接觸5天 或者出現症狀後再做檢測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 是否有效能传出新冠肺炎患者 與調劃會有效能復診炎患者